大家好,我是Wally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本週三11月6日早上2點 亞冠真英聯繼續迎來精彩的賽事 艾納斯將位於主場迎戰艾亞恩 艾納斯近期整體表現更勝一籌 加上上場在主場面對艾亞恩時 也能笑到最後 艾納斯今將主場劍指勝利 另外,我們M直播將為本場賽事作現場直播 艾納斯近期的狀態存在著一定起伏 他們在最近三場各項賽事裡 都未能取得勝利 球隊需要一場勝利來重振軍心 而今將面對艾亞恩 絕對可以令艾納斯重振軍心的理想對象 因為他們近期的表現也非常糟糕 艾納斯自然不想錯過這個贏球的大好良機 最少艾納斯在亞冠精英聯賽場上 他們頭三場的賽事 能斬莫兩勝一和的不敗戰績 而艾納斯當中的超級球星斯朗拿道 也在2比1擊敗艾雷欣當中取得入球 至於另一位球星沙迪奧文尼 也在亞冠精英聯賽場上取得入球 可見得球星混雜的艾納斯 今仗在主場出擊面對艾亞恩 絕對不能輸 在艾亞恩方面 他們近期的表現十分糟糕 在最近六場各項賽事裡 他們只取得一勝一和四負的糟糕戰績 當中他們後防失智小兩球的場次更多四場 更為糟糕的是 艾亞恩在今年的亞冠精英聯發揮失色 頭三場後 球隊只錄得一和兩負的不勝戰績 這三場賽事裡 可見得艾亞恩在攻守方面失衡問題非常嚴重 因為在這三場賽事裡 他們的失球數已經多達十球 也是A組裡失球數最多的球隊 由此可見 艾亞恩的後防表現這麼糟糕 今仗他們的防線 還要面對著有巨星壓陣的艾納斯 艾亞恩今仗預定沒有運行 立即下載M直播 無論何時何地 由於置身現場 看盡足球 籃球賽斯 在這次 我們下集中 在這次 我們下集中 在這次 我們下集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